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小谢 今天呢 周末待在家整理东西 打扫卫生 然后刚才有跑去地铁站呢 卖了一个包包 卖完 怎么说呢 有一种如是众福的感觉 但是也是有一些舍不得 因为这个包包买的时候也是 我记得是四五百块新币这样子 合到人民币差不多两千到两千五这样子 我忘记具体价格了 然后那个是Michael Kors的一个包包 这个包包现在我卖二手才卖150块 就是 怎么说呢 可能也就三分之一的价钱这样子 就真的是蛮心疼的 但是不卖吧 你放在那里只能是招灰尘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 因为我不怎么背它嘛 之前我发那个包包review的里面也是有说 就是不背它放在那里 它就没有意义 它只能是困住你的钱 我现在还蛮重视那种就是 钱呢 放在银行里的那种感觉 这种才是最安全的感觉 然后我最近不是卖了一些二手货吗 把那些cash收在手里的感觉是真的不错的 然后就把它存在账户里 看着账户的余额自己才会完全干 我觉得看这些包包它们不管吃不管喝的 也不能当卡刷的 而且它们如果说你没有用它 就等于是把你的钱困在那里并没有流动 如果说是那些经常用的还好 就是这些没有用的真的是一种浪费 还不如帮它找一个新的主人 就让它发挥它的真正的价值 而且我发现其实包包如果放久了之后 它就是会昭灰尘 你去保养它也是会有困难 尤其是压迫这种天气 真的是很潮湿 我真的还怕包包哪天放到发霉了 所以趁它现在的condition还是不错的情况下 就把它处理掉 昭灰尘的包包有的时候你打开可能会有 尘埋的关系吧 你会有打喷嚏 我觉得我年纪越大了之后就对这个尘埋啊 这些非常敏感 所以真的是越早卖越好吧 至少现在还能够收回了一些钱 等到不再过几年样式款式都已经不流行了 你就这些就等于是废品了 最近我卖了除了Michael Kors的 我昨天还有去地铁站卖了一个包包 十块钱新币我就卖了 因为你就算是你送过去一趟 你只赚十块钱 但是其实这个包包 你放在那里它就是等于零 我昨天卖的那个包包是我原先在中国买的 也就是几十块人民币的这个样子 所以卖十块钱新币就还好了 然后是一个妈妈买给她的十三岁的女儿的 这个包包还不错 还是看似是至少是头层皮的吧 就在这里还是蛮好蛮软的 有很多的那种compartment 那些分层分割层什么都挺好的 我觉得挺使用的 这个妈妈我觉得她就是蛮聪明的 她自己是退休了嘛 家里就靠老公一个人养了两个孩子 一个是十三岁 一个是十一岁 两个孩子 我觉得可能压力也蛮大的 要供屋子 所以她这种消费观念 我觉得还是蛮聪明的 就是她会用少量的钱去购买一些 就是可能小孩子用东西 就是又很操嘛 又到处滑啊 什么的 所以她不买名牌 她只买二手的成色不错的包包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聪明的 我承认就是说 社会阶层不同 收入的状况不同 可能每个人消费习惯不一样 但是我现在比较欣赏这种就是量入为初 然后尽量节俭的这种生活方式 因为其实你存下在前方的账户里面 才能够真正让她去就是为你的将来做打算 你用来投资也好 买房子也好 怎么样都好 总好过于花在这些奢侈品上面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 包包会退流行 会变旧 会折价 所以真的不要买太多 我是比较赞成就是说 可能小自足 白领女孩子 你到一定个程度 你辛苦了一年 或者说你又被 就是那个提拔 有升职 或者说生活中有什么大的变化 甚至哪怕说是不好的变化 失恋了之类的 你都可以买一个包包来安慰自己 如果说这个东西 它可以对你的心灵 起到一定的抚慰的作用 你也不是经常买 我觉得是OK的 因为毕竟 尤其是接近30岁的女孩子 你不可能每天都 背个几十块的包包 像去菜市场一样吧 就总是要总归要有那么几个好的包包 但是我真的不提倡 就是把那么多的贵的包包 放在家里 然后你又会担心 然后你 你的钱都放在这边 到时候全部都贬值了 就算你哪天真的急需用钱 这些不能够 就是 就是这些钱 只能是以百分之二三十 甚至是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的 这样一个比例收回来 就你还不如把它放在银行 就算是贬值 你不会至于贬值得这么快 反正 我这下也是细寻教训 就是每一次卖包包的时候 让自己体会那种心痛的感觉 也警示自己以后 不要乱花钱 现在我的包包 我只留下那么四五个 在我的柜子里面 其他的我全部放在储藏室 就等着被卖 这样子我看不见它 我也是一段时间不去用它 这样就更知道说 那些包包其实在我的生活中 是不必要的 就等于我把它放在一个冷静区了 如果说超过一个月 我都没有用那些包包 就证明它们真的是不必要的 哎呀妈呀 坚持留恋之多了 好吧 希望各位辛苦赚钱的 仙女们 把钱用在值得的地方 不要贪图 这些物质享受啊 或者说一些虚荣感 去把你的钱困住 这些名牌包包 是肯定会折旧的 就像车子落地 一定会贬值一样 这些东西是很难做到 说会升值的 它一定是消费者付费的 就是你一旦用了之后 它一定会贬值 全新的跟二手的完全不一样 你就算是你是全新的 别人送给你的 你都要折个几百块来买 就不可能是做到 完全跟店里一样 全新的价格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一定要三思 买这东西一定要三思 好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然后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讲 女孩子的个人成长 跟美丽相关 我也会可能掺达一些 极简 整理 或者是个人理财的一些东西 总之这个频道 就是关于我的个人成长的 如果你就是喜欢我这个人 因为我就是讲实话的那种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就可以订阅我 我以后都会陆续上传我的影片的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别人都放很高了 我就是想说赶快卖掉就好了 你看你有没有收到 我就是想说赶快卖掉就好了 就好了 我就是想说赶快卖掉就好了